哈囉 歡迎來到新聞與樂通 我們看到最近的名嘴圈 相當的不平靜 尤其過去差不多快要一個禮拜以來 這個說那個在什麼地方 在講他的什麼 然後那個說你怎麼在照我的謠 這個講說我要告你 那個講說我跟你道歉 我看到都無沙沙 今天我們要聽主角來講 到底怎麼回事 還會發出什麼斷人家手腳這種話 是有什麼深仇大恨 先來看今天的主角好了 樓佩穎小姐 大家好 妳好 我不好 資深媒體人胡孝成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江中柏 歡迎觀眾朋友晚安 資深媒體人王瑞玲 嗨 大家好 好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昨天的報紙說 就是我們今天現場的 這個資深媒體人 醫藥名嘴王瑞玲 他赤搶人老公不檢點 所以他赤 所謂的赤 他就是在赤這個許勝媒 他就怒喊說要告 要求償100萬元 其實這個事情 已經燒了好幾天了 那麼燒到現在 其實你到源頭是因為 他覺得他被人家恐嚇了 甚至還講說 他被恐嚇得非常害怕 甚至講說他需要被保護 這當中他為什麼會被恐嚇 搞到現在這樣子 一團烏煙瘴氣 其實今天現場 幾位的資深媒體人 都跟許勝媒小姐蠻熟的 那麼我想先請教一下 大家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孝誠兄 我視人人為菩薩 來 夠人作家 夠人搭 文文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是必須要釐清 如果說真的到斷手斷腳 那真的就是剛剛講 證據 拿出證據 那羅姐你到底有沒有做 我覺得今天我的角色就是 我要看到真相 好 講到真相 講到證據 我畢竟要請問一下江中柏先生 你今天是來找真相 找真相 對 所以今天我這樣子一個 服裝造型 就是有這個模仿柯南的造型 那我自己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認為現在呢 因為有很多的談話性節目 那也造就了很多 談話性節目的來賓 那你這樣的一個職業 它是有一些潛規則的 潛規則 對 所以潛規則就是說 你說出來的話 要讓觀眾朋友聽得懂 而且覺得有公信力 並且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負責任 對不對 來評論事情 不是把自己的私事 或者自己的私人恩怨 或者是把你跟一些這個 別人跟你說的一些分享的話 然後你主動的去讓報社的記者知道 我強調一件事 報社記者如果知道 比方說你周憲林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從別的地方知道的 而來問你的意見 那我認為 倩林 你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是不管大小事 連你吃喝拉撒 你都主動打電話給報社記者 然後要來報導這件事情 或者你主動的 在你的一些微博FB 或者是一些能夠發生的 你的管道 去張貼很多的消息 是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稅 那到底目的是什麼 這是我今天想要好奇的地方 好 瑞玲 這件事情本來是羅姐跟許勝梅小姐 跟我沒關係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報上出來了 你所講的話呢 我也嚇一跳 因為真的只是過路 因為其實勝梅來講 我們已經認識十幾年了 我坦白說 可是她那一天 我就是也是看到整個 整個網路上都是她的新聞 那其實一路上看來 我也進了她的網站去看 發現到說 為什麼她一路在PO她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一路看來 跟我當時十幾年認識的勝梅 完全不同了 真的喔 對 你好 請問是勝梅嗎 我是 勝梅你好 我是中天新聞娛樂通 鄒倩玲 你好 你好 你方便跟我們講一下電話嗎 我們有一些事情想要請教您 有沒有這可能 您現在接我們的電話 跟羅姐一起來對談呢 我是倩玲 嗯